你真好听啊 真好听啊 真好听啊 先生 他这是练的什么功呀 气奇怪怪的 怎么闭着眼睛呢 真奇怪啊 他这个呀 叫闭眼蝉 全靠脑中的想象 去比划练功的 眼蝉 别管他练不练功了 先生来教我们唱曲吧 对 好啊 燕雀来归弟子香 千沟百郎小姚娘 这个姚娘是谁啊 莫不成是先生的心上人 我能有什么心上人啊 要是有的话 那岂不是辜负了 满天下的红颜知己吗 要是蒋不明白啊 就押在我们语义班 当蒋叔先生 不用走了 是啊 对啊 别走了 周姑娘 你说好不好呀 你们问他就好了 问我干什么 周姑娘不是先生的爱徒吗 若先生留在语义班 那周姑娘 不跟着一道留下来吗 就是啊 好了好了 罢了罢了 我这个小爱徒啊 就是一个满脑子想着 刀光剑影的舞痴 根本不解什么风情 你们就别逗他了 怎么走了 周姑娘 周姑娘 走 走 走 就是 咱们继续 先生教我们唱这句啊 这个怎么唱啊 先生快教我们 师父 这次都是因为您执意要救周姑娘 没事的 慢慢恢复就好了 别担心 霓裳夫人手了半身功力才治好我 他担心我再出事 肯定不愿意让我再去应战 他把我当自家晚背开 我也不能让他伤心啊 你这是做什么啊 叶刀未果 哪个树枝出气啊 信息讲完了 您阵阵脱逃逃的故事讲完了 该讲解舍命取义 陪君子的故事了 我怎么听这个话 好像是在讽刺 不错呀阿云 这都听出来了 我讽刺我自己还不行吗 有个热衷武学的女侠在 岂不就是舍命陪君子吗 你是不是吃错了 我没有啊 你现在是不是心跳加速 浑身冒汗 双甲滚烫 甚至不敢看我的眼睛 我 我没有啊 怎么样 我敢看吧 信了吧 你打我干什么 你 你签奏 阿飞 你没事吧 不用你管 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自己什么情况 你平日里要度过杨姐 还得靠机智 你如今这内伤才刚刚好 实力因此大打折扣 你要怎么比 我 我知道你要说我瞧不起你 凭什么觉得你输定了 所以这些日子我都避开这个话题 只给你做刀法分析 这方才 你也看到了 你不过才打了我一掌 就通得嗷嗷叫了 这要真跟杨姐对质 后果 就不用我再追说了吧 谁要嗷嗷叫了 我知道你倔不信邪 你倔不信邪 什么事情都放在心里 哭了 还哭上了 你去哪儿啊 你宝刀不要了 不要了 那你还比吗 不比了 有那闲工夫 我还不如多琢磨琢磨自己的刀 那宝刀我拿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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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